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视听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ADD 那这个ADD调的是哪个方法呢 它主要调用的是index里边这个ADD方法 也就是点击这儿进行加减 那这个值它直接会变吗 并不是 它需要在分页里边 注意 它需要在分页里边好 去监听这个值 那到底是怎么监听呢 好 就这个位置 computed里了 叫属性计算 那这个位置我直接就返回了一个可变的值 叫this storage 下边state的number 当这个值发生改变的时候呢 OK 我现在把它返回当前这个number 也就是说这就是属性计算 OK 也有监听的效果 那我们VOEX里边有没有监听的效果呢 OK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稍微升下级 比如说这里边是number 然后我们再来啊 这个里边的话是一个press 好 这个里边的话有一个这个 价格 price价格啊 然后再来一个什么呀 name ok 好 name 这块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叫做苹果 好 苹果啊 好 ok 保存到这儿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回到text这个里边 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里边去把这个都加上 比如说现在的话我在这个位置来一个这个text用过了吗 我们看一下 没事就会再建议的啊 name 然后呢这个name的话等于什么样 咱们直接把它写上 叫你 this 意思的这个 dollar store storage 下边的什么样 state 然后下边的什么样 number name name 好 拿这个name之后呢 现在咱们将这个name弄过来 好 放到这个位置 好 这个位置放一个view 然后呢在这个位置我们去输出下这个值啊 叫做name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这个位置的话现在就有一个name叫做苹果 OK 好 苹果数量是0 然后呢后边咱们再加一个 好 这个的话叫做什么样 叫做价格 好 价格 好 那么价格的话 或者说我们就在这写个总价吧 总价啊 总价 好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先默认它写上0 那这个值我们到底怎么去算呢 好 我们这样去玩 我们在这个storage里边的这个index里边 我们呢还有什么方法 这是什么样 这就相当于是什么样 属性啊 属性 全局的属性值啊 也就是说全局的这个属性变量 好吧 属性变量 好 保存 然后这个是什么样 这个是全局 什么叫全局啊 就是每个分页里边都可以调是吧 好 每个全局的什么样 方法 OK 咱们可以在这写个同步方法啊 同步方法啊 也就是直接调就能执行的方法 OK 然后呢我们再来 好 第三个的话叫什么呀 getters OK getters啊 这个里边拿一个叫getters OK 那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就是我们vax里边的属性计算 那这个里边的话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建一个啊 叫const 好 const 好 计算 然后这里边有个函数 然后我们在这儿retain一下 好 那这个里边你注意啊 这个包括是这个都是固定型号 他们第一个参数的话 可以拿到这个属性里边的参数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拿什么呢 我们拿一个state下边的什么呀 state下边的这个number OK 也就是说 当我在点击add对它进行递增的时候呢 其实它在这能监听到一个动态的值 number 好 这个number一直在变 只要它变了这个函数就会重新执行 把新值返回出去 那我也就是要在试图里边用这个const 这个变量 也就是说计算之后的这个总价 好 注意 也就是说现在你可以什么都不懂 但是你要记住 当我点这个ad进行递增的时候呢 那这个位置的话就会就会监听到它 监听到它之后呢 这个函数就会执行 好 那在执行的过程中 我们让它乘以什么呢 乘以咱们这个state的什么样 这个price OK 那乘以它的price 当你这个number进行递增的时候呢 好 它这个位置就会 好 乘以这个price 比如递增2 2乘以它的这个单价 比如苹果10块钱一斤 2斤3斤4斤 就这个意思 好 注意 也就是说这个函数的执行 它要干嘛呀 注意啊 这个函数啊 函数的执行 执行 依赖 依赖什么呢 是吧 一个可变的 在这写上啊 可变的变量 OK 好 这个函数的执行 依赖一个可变的一个变量 那它依赖谁呢 依赖这个number 好吧 那OK 我们这个位置的话 已经将这个呃 变量这个getters这个 进行弄好 这个属于是什么呀 属于咱们这个 vuex里边的方法啊 这是什么呀 注意vuex里边的属性啊 计算计算啊 然后呢 在试图啊 试图里面当什么呀 当这个变量啊 变量使用 OK啊 使用 OK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能在 vue那个 uniapp里边使用 vuex 这其实是对我们开发来说 非常爽的 其实在这的话 其实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 嗯 就是没有去过多的啊 让它支持试图里边显示啊 或者说呃 拳击注册呀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话 我我能最简便最简单的 就用最简便最多的用 如果这个框架帮你做的多 它编译的时候 它就编译的慢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就不要去把它做过于复杂 就很简单啊 使用计算 然后这个时候呢 OK 我们拿到这个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过来到咱们这个test里边 然后在这个里边的话 我们把这个拿过来 那这个值我们怎么去拿呢 好 还是一样的 咱们就直接写 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再来一个数研计算 叫什么样 只要涉及到变的 我们都可以放到这个里边 好 C O U N T 好 这是它这里边的 然后这个里边 咱们可以retain谁呢 retain retain retain一个 this.dollastore storage 下边的getters 注意getters 哪个呢 来 注意就是它 我趁着把它粘过来 就是它 好 它下边的这个什么样 C O U N T Corent 好 OK 那现在的话 注意相当于是 每当那个里边 冲一计算一次 它就会把这个值改变之后呢 这个computed里边就会监听到它 监听到它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变量当到这里 然后我们来测一下保存 这个位置的话是any fun的 OK 我们来检查一下 Corent 这个位置拼错了 来走 改过来 好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如果是零的话就对了 然后呢 走 好 OK 对了 这时候呢 注意我们来进行计算 咱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实践是怎么执行的 当我点击这个add加的时候呢 咱们执行了哪个函数呢 执行这个add方法 然后这个里边的话 你注意啊 固定写法 我们第一个参数的话就默认可以取到一个stata 然后这个stata里边的number进行加加 然后这个加加之后呢 也就是说这个值发生改变了 这个值只要是一变 这个函数会重新执行 执行的过程中呢 乘以当前的price 然后也就是一斤乘以price 两斤乘以price 三斤乘以它的price 然后呢 也就是说这个函数依赖一个可变的变量 那这时候我们来加一下 注意 加加 好 点这 然后加 走 OK 一斤两斤三斤四斤 就这样 好 那基本上我们viewyes这一块的话 属性 然后呢 还有什么样 这个同步方法 还有这个getters啊 这个就是viewyes里边的这个数用计算 那咱们都已经做了一遍了 就非常简单啊 好 OK 那咱们接着来说一下呢 这个里边还有个什么样 还有一个叫actions 注意actions 那actions里边也是放一些方法 比如说这里边的话 我们来放一个这个叫test 然后呢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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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actions的一个方法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异步方法 注意啊 异步方法 好 这个的话就放在这一步方法 那也就说我们可以在这里边去执行什么呀 执行一些什么呀 异步的啊 异步的操作 OK 在这啊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同样是这个方法 我们大家知道怎么去调的就行了 这里边比如说我们可以执行异步操作什么呢 比如说在这里边我们可以去发一些通用的埃亚克斯啊 在这写上啊 通用啊 通用的这个埃亚克斯 也就是说每个页面都要的埃亚克斯 我们可以放到这个里边去掉 然后呢 在这写个ceta timeout timeout 然后在这的话写个2000毫秒啊 好 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直接 那这个里边的话 注意参数啊 这里边有个context 好 txt context的有个上下文啊 那这个上下文是什么几个意思呢 咱们现在先不管那么多 一步步来测啊 注意我现在先要说一下 这个里边的stata 还有这个stata 这两个是固定写法 都可以传给这个 那actions方法里边有个context 那什么是context的呢 在context里边啊 注意这里边的话 我们txt 好 里面包含了什么样 这个stata 注意啊 包含了stata 然后呢 mutations 注意就这个啊 mutations 这个 好 同步方法 还有什么呢 还有咱们的getters 都可以在这儿调 好 还有什么样 还有咱们actions里边的方法 就自己调自己了 都可以调 这就是一个上下文 那我们 我怎么知道上下文 然后呢 注意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相当于是跟回忆一样啊 好 这个里边 actions里边的方法 怎么去调入它呢 一会咱们去打印一下再看啊 那这个时候我就先不管那么多 我们先在这儿打印一下 这个谁啊 打印一下这个 context 注意啊 txt context 它什么意思呢 好 它就上下文的意思嘛 好 咱们继续啊 呃 我们现在要在市口里边去调用到它 怎么去调用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回到咱们这个test这边 好 那我要去调这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位置啊 在这写上 啊 butt1 button 然后在这儿的话 叫 test act1 actions ok 我在这儿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按钮 然后呢 来tree click啊 click 然后呢 等于一个什么样 呃 咱们这个的话 叫什么样 啊 就叫这个方法 好吧 ok啊 它调用这个方法 走 拿过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回到mysus里边的add 然后这个位置走 在这儿的话 沾一个这个 货号 货号 然后呢 货号 然后到这儿 然后这个时候呢 注意啊 也就当我点击的时候 我执行这个函数 然后这个里边怎么去执行呢 执行一下 this的dollar的stu 咱们先打印一下啊 注意这个方法 来看一下 它跟这个 你注意啊 mutations里边的方法 咱们是使用commit来调用 那actions里边的方法 拿什么来调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dollarsture storage 然后保存 然后在这个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好 稍等 好 出来了 好 点击 OK 那这就拿到storage了 注意我们这儿有个commit 这里边还有个dispatch OK 那么这个dispatch的话 它就是干嘛的呀 触发actions里边的方法 它们你不能拿dispatch去处理mutations OK 记住这个啊 好 把这个拿过来啊 咱们把这个记一下 好 在index里边 mutations同步方法 注意啊 在这儿写上 在这儿写上 它的话调用是这么调用的 知道吧 这么调用啊 把它拿过来啊 走 这么去调用它 好吧 然后呢 保存一下 然后这个边的话 就是dispatch来调用它啊 走 这时候拿到这个什么呀 拿到这个异步方法 就是这么去调用 注意啊 括号 然后这个是一样的嘛 是不是啊 OK啊 这么去调用啊 调用方法 来 到这儿 好 叫调用方法 好 调用方法 好 OK啊 都好 齐了 这就是他的这个调用方法 然后我们继续啊 那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来调用一下 调用什么呢 调用这个名字叫做 test actions 拿过来啊 放这个位置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回来啊 好 我们当我去在试图里边 点击这个 test actions 的时候 它使用这个dispatch 调了这个方法啊 就是咱们 access里边 这个方法 我们现在打印了一下 context 看看它到底边 有什么东西啊 好 然后把这个干掉啊 然后点击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就拿到一个这个 是不是这个里边的话 它就包含了咱们的这个 你看上下文嘛 是不是有stata 好 有这个getters 还有咱们这个 mutations呢 那方法呢 它应该是在这儿了 早点啊 这个位置的话 你要想调 mutations里边的方法的话 你只能去使用 那个committer 去调的啊 知道吧 好 那这个时候咱们继续啊 嗯 来看一下啊 看到没有 这里边 这个当前这个第28号 这个里边 是不是有commit的这个方法 也就是说 如果我在这个里边 要调用咱们 mutations里边的方法的话 我使用commit 然后如果我要调用自己 actions 自己的方法 它我们使用这个dispatch OK 这是这两个两块的东西啊 好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就来做一下这个 一步的一个东东啊 好 在这的话 我们再放一个这个什么样 这个test list OK 拿一个这个 然后呢 一个空数组放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的话 好 来测试一下 我们怎么能去修改 这里边的方法 并且在咱们使徒里边 能拿到啊 好 走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在这个里边 去写一个这个 一步方法 比如说 我们这里边不是刚才 写了一个才timeout的吗 好 两秒钟之后 我们现在的话 为了方便咱们上下文一致啊 我们就在这 给他换成一个 前头函数啊 好 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就直接来执行一步啊 嗯 要怎么去执行了 我们来看一下 注意这个位置 好 我们直接这样吗 来context的 context的啊 然后呢 下边的这个什么样 fttstate下边的这个test list 注意啊 再来test list 然后呢 等于一个数组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什么样 叫猪猪虾啊 猪猪虾 然后呢 这个写上一个 这个叫做超人枪啊 超人枪 然后再来写一个 叫这个喜羊羊 喜羊羊啊 喜羊羊 喜羊羊 然后呢 这里边 快晚了啊 老村长 我去啊 你要暴露年龄了 是吧 好保存 然后这个时候呢 注意啊 两秒 当我去调用它的时候 两秒钟之后 我把这个给它复制了 注意 context的sit 然后把它的list test list 给它复制了 然后呢 我们就在这个位置 我们来 拿一下这个东西啊 注意 那这个时候呢 过来啊 好 拿过来 走啊 在这儿 呃 我们直接在这儿去拿一下 好 还是一样的啊 拿到一个这个 嗯 嗯 我们去看一下啊 当我去执行这个test action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直接调用了这个停止器 然后这个时候 来那个两秒钟之后 一个复制 注意 紧简单单就是一个复制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试图里边去用一下 然后还是一样的套路 我们现在到这个位置啊 拿过来 然后一个这个 一个这个 然后在这儿写个 zs的这个$st 或reStorage 下边的这个 呃 应该是这个state吧 点上一个什么样 sttState 然后下边这个test list 然后我们拿到一个这个 然后这个保存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过来 好 在这儿啊 tonslook一下 嗯 好 然后咱试一下 它的这个执行 在这儿啊 拿一个这个 OK 好吧 拿到这儿 或者说是拿一下这个run 然后在这个位置 我们去打印一下这个值 好 在这儿啊 去打印一下这个值 咱们直接能看到它 在这儿的话 拿一个zs的storage的test list 然后拿过来之后呢 我们就放到这里 然后呢 保存 好 然后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啊 放心 它出主化的时候 你只要 你注意啊 这个位置的话 它是不是 这个时候run 然后这时候一个空数组 没有问题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注意啊 我们再来一次啊 再来一次 把它干掉 点击 actions 走 然后这时候呢 注意01秒 02秒 OK run 然后值附上了 然后这儿拿到值了 没有问题 对吧 好 非常棒啊 那这时候我们就拿到这个值 然后拿到这儿 然后这里边就相当于是 执行了一个 异步的一个复制 你就是你掉接口什么呢 只要这样你能拿到 你只要是你点击这个action 其实是一样的嘛 两秒钟之后 你就是呃 你直接掉接口数据 直接复制给它们用就行了 好吧 OK 在这儿啊 然后我们在这儿写个这个 V-4 等于一个这个 然后在这儿拿到一个test list 然后空格 in 然后呢 空格到这儿来个这个item 然后多块来个index 好 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来个这个m号 然后呢 这个叫做keykey 然后呢 等于一个index 好 然后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直接就输出里边的值叫item 好吧 好 好 这时候呢 我们来试一下啊 走 然后01秒02秒出来 好 拖了 这么个玩 好吧 那现在的话 我们已经说了 那咱们把这个v-ex里边这些干的给大家捞一下啊 注意我们回来看 好 那这个里边总共有四个部分啊 一个是全局的属于面量 一个是这个全局的同步方法 然后呢 另外一个是全部的预计方法 异步方法啊 比如说它们的电用方式不一样啊 一种是committer来调用 一种是dispatch来调用啊 好 这是他们的区别啊 用mutations这个方法使用committer 然后actions里边的方法使用什么样 dispatch OK 那还有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这个state 这个叫什么样getters 这个的话就相当于是一个 呃 数据计算 但是这个的话 你对外的话 是直接这么拘迹的 看到没有 在这啊 呃 在 在这啊 叫叫这个啊 看到没有 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你进行的时候是 story下边的getters下边的current 注意好 getters下边的current 那这里边的话 这个还是做执行依赖一个可变的变量 那哪个变量可变呢 就是这个state number 滴增的时候 它是可变的 所以说 当我点击++的时候呢 它会跟着一块变啊 就这么个玩法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话 去调用这个 呃 disp的方法 基本上都是用这个compute的 来进行监听的 OK 也非常棒啊 好 妥了 四个方法 stata mutations getters 还有actions 好 两个是定义方法 一个mutations跟actions定义方法 然后呢 一个是属性 一个是计算属性啊 这个计算属性 以来一个可变的变量 好 那么在uniapp里边 我们使用vuex这块的话 就简单的做了 这样的一个小案例 好 那么呃 接下来的话 同学们就可以先练习一下 把这个呃 滴增这个 包括这个 异步复制这个案例 自己可以来做一下 好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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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